我上次在這邊幫馬自達的車主 幫他們反映他們的心聲 那我知道你們這個禮拜 應該也要辦說明會了 但現在有個關鍵的問題 我後來發現說 交通部3月12號的時候 跟馬自達公司開會 要求他們在一個月之內 必須要去回覆 為什麼練條斷裂 為什麼排氣壓力感知氣故障 結果馬自達公司 並沒有在一個月 準時把東西交出來 那針對這件事情 交通部打算要怎麼辦 你們要求馬自達做的 你們言者尊尊 人家聽者渺渺 沒有把交通部當一回事啊 是 好 跟委員報告 我們要求他們 就是3月12號 一個月內提出 他們的一個 這一個說明的一個報告 那他們確實沒有在一個月 那我們一直追 一直請他們就是說 要提出來 那要不要裁罰 最後到4月19號 他們有提出來 那提出來的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 對於就是說 整個的一個說明 我們還是覺得說 就是不清楚 先回到我第一個問題吧 先文稿 你要他一個月之內 提他沒有提出來 你要不要裁罰 我回去查完了啦 公路法 消保法 下面的確授權 你們可以裁罰 現在就看嘛 所有的消費者 眼睛都睜大在看啊 我們的交通部 面對這種車商 所採取的立場跟態度是什麼 有要執行法律嗎 我想因為就是說 他有相關 因為現在目前還是在調查的一個階段 對啊 所以他就不配合調查 沒有 因為這個部分我們有要求 我想他第一次是沿了一個禮拜 那不過就是說 整個的一個部分 所以打算放過去就對了 沒有沒有 我們有要求 那如果沒有的話 接下來你打算要做什麼處分 這個是我的問題啊 奇怪 你為什麼不針對問題回答 委員這一個部分的話 我想調查的這一個 因為目前是他資料是晚給啦 那所以整個就是說 他該有的作為沒有作為的話 我想我們當然會依照這個消保法 或者是 拜託喔 是上次我質詢完了以後 然後他們才匆匆的補 我現在都還沒講那個內容 那個內容我看都看不下去啊 我上次質詢完以後才匆匆的補啊 我希望交通部這件事情要站穩立場啊 廠商明明違法的 你們也不執行法律 看在眼裡的消費者 大家覺得心寒啊